李慧辰 喂 皓宇 我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 那天 我们竟然是一前一后来到这里 你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 你为什么这么傻 为什么不早说呢 因为 其实 那天我们第一次在桥上相约的时候 我就已经去了 但是你没有认出我 我在桥上站着 你就直直地从我面前走过去 看都没有看我一眼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觉得 我已经不再是你记忆当中的李慧珍了 我不敢和你相认 因为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因为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所以才找了夏巧来顶替 所以才会发生这些事情 慧珍 我好庆幸自己爱上你 你的外表虽然变了 也只是一个实习生 但我还是爱上你了 不是吗 我甚至可以违背青梅竹马的感情 甚至可以背叛 我最重要的东西 义无反顾地爱上你 不是吗 你看你 那么平凡 乍一看 丢到人群中都没人认出来 可你还是一点一点的 把我吸引到你身边来 你不靠外表 不靠头脑 不靠任何条件手段 只要是你 我就一定会爱上你 李慧珍 我们绕了这么大一圈 好不容易才见上 慧珍 让我好好看看你 我怎么会认不出你来的 一直以来 你就在我身边 我怎么会认不出你呢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骗我这么久 你知不知道 这段时间以来 我带着对你的感情 面对那个李慧珍 有多煎熬 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是我的错 我不该让你等这么久